我国的新冠疫情持续降温 不过死亡个案依旧是维持在两位数 那么在今天公布的新增死亡个案当中 有一名癌症复发 没有打过疫苗的男子 在住院期间 院内感染新冠病毒 确诊三天之后不幸病逝 医师提醒 如果是有癌症慢性病 又感染新冠的话 很容易引发肺炎 导致重症死亡 而面对指挥中心考虑 未来亲证确诊者江凯 林佳恩不必再隔离的想法 有感染科医师就认为了 只要单日确诊数降到万例以下 风险就很低 而有宫位专家则指出 过晚28年假之后 只要疫情没有变化 3月初就是宣布林佳恩的最佳时期 又上腹痛到不行 还伴随着喘不过气 一名40多岁男子 人了两天没好转 决定到医院挂急诊 发现是癌症复发 在住院期间又因为 院内感染新冠快篩 阳性确诊 还有双侧肺炎 合并呼吸窘迫 插管转入加护病房 使用呼吸器 三天后因为病况恶化 不幸过时 住院的病人 其实都是它最脆弱的时候 如果感染到医院的病毒 尤其是COVID的话 的确死亡率会上升 由于我国本土新冠疫情 连续11天 较上周同期降温 加上主要流行的是 BA.2.75变异株 而非外界原本认定 传能力更强的BQ.1 这是否代表 BA.2.75 可能就是OMERKON的 最后一波疫情吗 其实很难说停止 一个大的变种会有一个高的 但是接下来的小变种 就很波幅是小的 有点像我们皮球 这个反弹的过程 尤其是当未来 进一步降级 解封旅游增加的时候 是不是有机会 包括BQ.1 有没有可能再升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事 走入与病毒共存时代 包含室内脱口罩 以及未来要实施的 亲证确诊者 改采0加M免隔离 都将成为疫情变数 不过有专家点出 只要担任确诊数 跌到万例以下 风险就很低 工卫教授则分析 亲证免隔离最佳时机 是在3月初 只要度过春节观察期 跟228连假 如果疫情没上升 就代表新变异株 没有在社区流行 另外也要修改 确诊者通报定义 不要再通报亲证 避免增加医疗 人力负担 记者未提于淋雨 Toto Toto